豚这种鱼类其实平时我们接触的是较少的 但它们的种类是很多的 生活在海洋当中 血液和内脏一般都是有剧毒的 这么听起来 豚应该是挺凶狠的一种鱼 可偏偏翻车豚 鱼丢了脸 看过疯狂动物城的朋友 应该都对里面的树懒印象深刻 它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被放慢了64倍数 但是这只树懒的名字却偏偏就叫做闪电 如果陆地闪电是树懒 那么海洋闪电的名号送给翻车豚 可谓是实至名归 遇到天敌时更是直接摆烂 你吃吧我绝不抵抗 好吃你就多吃点 你以为翻车豚这好脾气是因为善良吗 不 其实因为它蠢 一条200千克的翻车豚脑容量只有4克 对的4克 它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逃跑 其实翻车豚长了一副并不好惹的样子 它是一个十足的大块头 最长可以长达5.5米 高大的背脊和豚脊呈镰刀形 尺寸相当 看起来像是一对展开的翅膀 但是你可别细看 因为越看越不对劲 翻车豚虽然体型庞大 但是却没有长尾巴 一张厚厚圆圆的小嘴巴里面 长了一点是不太聪明的样子 翻车豚虽然呆呆的 但它的一生其实是很励志的 刚出生的鱼苗只有2毫米 从诞生之音 听完之后你爱了吗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